汪辰想起那天油伤离开之后不久 有多家农户都跑过来请他帮忙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家伙给宣传的 让他赚更多的零食 养肥了再宰 估计对方还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调查 细思极恐啊 汪辰意识到自己最近可能太高调了 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当他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残酷 产生过狗的想法 只是汪辰上辈子二三十年 一直生活在安定和和平的环境里 有些习惯成了自然了 现如今一个没注意 差点把自己的小命给葬送掉 其实那到现在为止 汪辰赚到的零食呢 也不过百来快 还不够买一只容积大一点的厨呆呢 可就这点零食照样能让人下狠手啊 现在的汪辰完全清醒了 他的实力太过弱小了 而在修仙界 弱小就是原罪啊 零食不能不转 但形势必须得低调低调再低调 悄悄的进村 开枪得不要 看着地上的尸体 汪辰的眼神变得坚定 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 提升实力才是当务之急 他把油伤的尸体仔细的再摸了一遍 最后摸出了一块玉佩 这颗龟形的玉佩挂在尸体的脖子上 贴身藏于衣物之内 汪辰翻找出来的时候 他的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纹 显然是已经废了 回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 汪辰推测 这应该是一件护身的法器 假如他的跟筋纸没有突破到大成境界 估计躺在地上的就是自己了 收起了玉佩 汪辰取出了那只装着怪味药伞的白玉瓶 打开瓶塞 倒了一些药粉在尸体的伤口之上 仅仅是比指甲盖多一点的药伞碰到血肉 立刻冒起了丝丝的白烟 伤口部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融化 果然是化尸伞啊 迷仙壶 化尸伞 网生符 这家伙绝对不是第一次打架结射了 汪辰捡起了吊在地上的匕首 在尸体不同位置戳出了几个孔洞 分别倒住了化尸伞 就见着尸体腐蚀融化的速度突然加快 仅仅就一盏茶的功夫 一具百多斤的尸体连同衣物 全都化为了浓水 汪辰又把储物袋里的唯一一张网生符给取了出来 将浮路的正面向外 背面贴于手掌 轻轻向前一拍 同时注入法力加以激发 就见贴在掌心的网生符 顿时光芒大放 点点灵光如同流营飞舞 不少落在地上的浓水之中 王晨在心里默念着往生咒 低阶丹药 俘虏 法器 甚至阵法的鉴别和使用 都属于修宪的基础知识 作为云阳派的外门弟子 王晨每个月都可以去传法堂免费听讲一次 这传法堂的长老呢 虽然不是资府上人 但也是炼气九层的高修了 能够学到很多有用和实用的修行知识 元主加入到云阳派外门五年时间 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听讲的机会 学习不可谓不努力啊 奈何天赋受限呢 而往生符呢 作为低阶符录 是每一位修士都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法符之一 死于非命的修行者呢 临死前往往怀有怨气 死后很容易凝成怨魂 进而蜕变成邪宗之数 正常死亡的 也有一定几率演化成邪宗 因此呢 是需要超度的 往生符就是干这个活的 然而 让汪尘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刚念完往生咒 地上的浓水就突然窜起了一股黑烟 这股黑烟 在他面前凝聚成团 剧烈的翻滚扭动着 竟然呈现出了一颗人头的模样 跟被汪尘杀死的油伤 赫然有着六七分相似 他张大了嘴巴 发出了无声的嘶吼 似乎想要把汪尘活生生的吞噬 汪尘完全能够感受到 这团黑烟蕴含的邪恶和阴毒 让人不寒而栗 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伸手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张辟邪符 猛地向前拍出 一团光芒突然爆开 一股浓烈的纯阳之气瞬间淹没了人头黑烟 而后者就像是暴露在烈日下的冰雪一样 轻刻之间融化消散 当黑烟彻底消失 网尘依稀还能够听到一个充满怨毒的莫名尖叫 他不觉得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没有刚刚缴获过来的网生服和辟邪服 网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低头看去 地上的浓水已然不见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网尘总算是真正的放下心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把战利品全部收了起来 包括那把匕首 有了新的大号储物袋 原来的那个破烂货色自然就不用了 里面的东西包括零食全部搬运了过来 汪尘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确定这新储物袋上没有任何的暗记 这才大胆地挂在腰间 其实除非专门定制 否则修饰常用的储物袋都差不多的款式和尺寸 仅仅从外表上来看 是完全看不出容积大小的 刚刚搞好了储物袋 汪尘就感觉到胸口发闷 忍不住的剧烈咳嗽 并且咳出血来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受了内伤了 汪尘的修为太低 体魄又不强 昨天晚上生死关头的强行全力激发更金指 击毙敌人的同时也伤到了经脉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搞得是皮开肉绽 刚刚摸尸体摸得激动 都忽视了自己的伤势了 直到现在才发觉到痛楚 汪尘是赶紧取出了一颗疗伤单服用下去 说起来他使用的往生服啊 辟邪服啊 画尸伞啊 以及现在的疗伤单 都是犹伤的 哎呀 汪尘呢 汪尘呢 汪尘 你起来了吗 起窗了 汪尘刚刚扶下疗伤单 还没来得及化开药力呢 就听到院子外面传来了熟悉的呼喊声 你大爷的 你每次过来要不要这么激动啊 哎 汪尘呢 你昨天晚上去群房阁了吧 看到刚打开门的汪尘 孙老头先是一愣 旋即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哎呀 年轻人了 要解释嘛 我解释你妹夫呀 我解释 都跟你一样啊 汪尘是面无表情 你真的以为你很幽默吗 没有得到回应的孙老头呢 笑容逐渐凝固 最后变成大喜的尴尬 那个 汪尘呢 咱们走吧 早饭呢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孙大爷 今天我就不去了 那几家呢 你都帮我回了吧 什么 不去了 孙老头顿时大吃一惊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汪尘要是不干的话 他怎么赚那个两成回扣啊 没有两成回扣 哪有零食去探查 和换门的女修深浅呢 于是 大爷激眼了 哎 不是啊 我都给人家说好了 我都收了定金的 啊 退了吧 不是说我不想赚零食 而是赚不了了 更金只用的太多了 我的经脉有些受不住了 于是 他竖起了两根受伤的手指 其实那汪尘说的不是假话 在经脉受损的情况下 他还要去清理地犀牛 那就等于自断先途 老孙头无言以对了 他也不认为汪尘是在敷衍自己 这汪尘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一看就是受了内伤的样子 这两天呢 汪尘也的确够贫的 哎 那 那行吧 哎 你好好养伤啊 哎 我去跟人家解释一下 他们也能理解的 哎 今天很忙 你家的灵田呢 我也没时间照过了啊 老孙头信信然的说道 前两天都是老孙头 在帮忙打理汪尘家的拾木灵田 现在汪尘受伤了 他哪里肯出白力呀 于是汪尘笑了笑 没事 没关系 这位大爷的尿性 他真的很了解啊 打发走了老孙头 汪尘关上了院门 回到了房间里 开始行宫疗伤 五行宫 并非疗伤功法 治疗内伤的效果不佳 但是 可以把疗伤丹的药力 催化开来之后 汪尘体内受损的经脉 立刻得到了滋养 火辣辣的疼痛感 也减轻了不少 整整一天的时间 他都闭门不出 全力以赴的恢复伤势 其实呢 经脉损伤可不是小事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充分治疗的话 很容易成为难以痊愈的暗伤 汪尘的修为虽然不高 但他胜在年轻有活力 伤的也不是很重 再加上疗伤丹的效果是相当出色 因此呢 到了日落黄昏的时候 经脉损伤已经恢复了大半了 估计到明天就能基本上痊愈 然后汪尘出去给自家的灵田施展了云与绝 这段时间里 天气炎热雨水棘手 灵田里的杂草间隔一两天清除 问题不大 可要是不及时给灵道补充水分的话 那颗粒无收都是有可能的 施完了云与绝 他再重新的回到家中 升起火 做晚饭 到了饭点了 大白鼠又冒出来了 哎 小白 汪尘欣喜的把他捧在了手心上 忍不住的亲了一口 哎 谢谢你救了我 昨天晚上 如果不是小白拼命的咬他耳朵 让他清醒过来 凝聚法力 那么现在的汪尘早就被人超肚了 大白鼠又叫了两声 甩来甩尾巴 居然透露出了几分羞涩的意味 汪尘正死道 小白 大恩不言谢 以后 只要有我汪尘一口吃的 那就保证 不会让你两口子饿肚子 他说得非常认真 大白鼠似乎听懂了 拿自己的鼻子 蹭了蹭汪尘的手腕 汪尘撸了一把小家伙 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他就出房端来煮好的灵敏 以及香煎虫肉 跟大白一起分享 这几毛鼠依旧不见身影 汪尘也没有在意 照例包了个饭团 让小白带回去 昨天晚上呢 他服用了第二颗疗伤单 经过了一番治疗之后 内伤基本上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时间还早 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 汪尘是毫无睡意 他把那一张从油伤脸上扒下来的人皮面具 从储物袋里取了出来 这件战利品 汪尘先前没有仔细看过 人皮面具呈现灰白色 仅仅只是显现出了眼睛 鼻子和嘴巴大概轮廓 除此之外就是一张白皮了 非常的轻薄 拿在手里恍若无误 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十分的坚韧 出于好奇呢 汪尘拿出了匕首 用匕首的尖 在面具边缘上轻轻的戳了一下 这把匕首同样是缴获自油伤之手 臂刃极为锋利 然而却根本戳不动啊 汪尘改戳为滑 结果呢 在上面连个划痕都没有留下 这面具的质地坚韧的超乎想象 汪尘顿时来了兴趣 他不断地增加力量 用匕首对着面具是猛戳猛滑呀 到最后甚至连锯利术都用上了 居然都没有伤到面具分好啊 汪尘意识到了 这玩意儿恐怕很不简单啊 如果不是他的经脉没有完全痊愈 他都想用羹筋纸来试试这面具的防御能力了 而这个发现也让汪尘产生了一丝后怕 昨天晚上他要是把羹筋纸射向油伤的面门的话 那么有这张面具的阻挡 恐怕未必能置对方于死地 好的 第二十三集 想了想 汪尘突然把面具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感觉凉凉的 下一秒 人皮面具无声无息地舒染开来 完美地贴在了他的皮肤上 汪尘没有任何感觉不适 他的视线和呼吸都非常的正常 不受半点影响 那戴上面具会是什么样子呢 汪尘立刻跑到卧室 翻出了床头的一面铜镜 只见这镜子里的汪尘 面目是一片的 空白 很像是他曾经在星野里见过的无面人 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呢 汪尘皱了皱眉头 昨天晚上油商带着面具入室行凶的时候 他看的不应该是这副样子呀 或者是另有玄机吗 汪尘对着镜子苦思冥想啊 然而他的面具出现了变化 眉毛 鼻子 眼睛 嘴巴 渐渐地变得清晰生动 而后 皮肤的颜色跟质感 跟着显现了出来 仅仅片刻的功夫 一张玩世不恭的脸出现在了汪尘的面前 汪尘是目瞪狗呆啊 镜子里的脸赫然正是他最喜欢的 行眼 而且还是年轻的行眼 跟汪尘的记忆里是一模一样啊 而在震惊过后 汪尘有一种拨开云雾 恍然大雾的感觉 他明白了 再次对着镜子 汪尘开始想象另外的模样 转眼之间 镜中的星爷变成了燕祖 嘿嘿嘿 这次赚大了 汪尘差点笑出来啊 这玩意儿太神奇了 他能够把脑海里的人物 相貌完美地模拟出来 虽然汪尘对法器法宝了解不多 但是汪尘可以确定 这玩意儿绝必是罕见的宝贝啊 他捡到宝了 于是星爷变燕祖 燕祖变灌溪 灌溪变本山 汪尘是玩得不亦乐乎的 只要是他在脑海里 想象出一副脸孔 这张人皮面具就能变出来 唯妙唯俏 毫无破绽啊 然而换到第四张面孔的时候 汪尘突然发现 自己的丹田法力竟然枯竭了 他立刻就恢复成了 无面人的形象 这让汪尘大感意外啊 使用这张人皮面具来变化面容 显然是需要消耗法力的 问题是他刚才都没有察觉到法力的流失啊 汪尘心中一动 把修仙面板给呼了出来 他目光顿时一宁啊 在技能栏里的装备 千计辩 封印 满值是一万 当前三 诶 现实装备了 汪尘试着把人皮面具接下来 再去看修仙面板 装备栏还在 但是后面空白 没有内容了 重新戴上面具 又再次的显示出来 这下汪尘完全可以确定 正是这张叫做千计辩的面具 激活了装备栏 他反而有了更大的疑惑 想了一会儿 汪尘从储物袋里取出的那把剑 握在手里 结果装备栏上 没有任何的变化 汪尘有点搞不懂啊 他妈的这把剑百分百是法器啊 为毛装备栏没有装备啊 其实在汪尘身上 还有另外一件法器 那就是除袋 跟法剑一样 明明已经佩戴在身上了 同样没有显示 汪尘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想不通呢 他就不想了 把注意力放回到面具本身 汪尘没有忽略千计辩的后缀 封印 以及数额后面的加号 是亮金色的 这代表着他可以加点在这件装备上 破风 只是衣后面这么多灵啊 让汪尘看得是无比蛋疼啊 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么破解这件装备的封印 是需要十万点人得呀 算了 你杀了我吧 汪尘瞅了瞅自己现在的人得点数十五点 过去两天的辛辛苦苦清理灵田 灭杀了十来只妖化的地心牛 才攒下这么点啊 虽然好奇解封后面具会是什么样子的吧 但很有自知之明的汪尘 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以后再说 诶 等等 汪尘突然在修仙面板上有了新的发现 天宫的点数 六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竟然多了六点天宫出来 这个发现让汪尘是又惊又喜啊 先前他一直在苦恼 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用来改命的天宫 结果现在就有了 体魄 根骨 悟性 神魂和功法 五蓝后面的加号 已经变成了亮金色 都能加点了 当真是踏破铁蝎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炼击三层的瓶颈 可以突破了 低力的根骨和悟性 就能够提升了 哈哈哈哈 你体验改命的人生要开始了 汪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情绪 嗯 淡定 一定要淡定 咽了一口口水 汪尘试着往根骨上面砸了一点 根据原主的记忆 体魄和神魂应该都可以通过修炼 对应的功法来加强 但是根骨和悟性 只有服用天才地宝才能够提升 而这类的天才地宝 金丹真人都要拼命抢夺 原音真仙遇到都得心动啊 像他这样的底层小修饰 除非是撞上了极大的机缘 否则看一眼都不可能 天宫瞬间少了一点 而根骨同时增加到了三点 王晨顿时感觉浑身的骨头都痒痒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骨髓里钻出来似的 心跳突然加快 血液在体内奔涌 整个人似乎都快要飞起来了 但是这样的状况 仅仅只持续了片刻 王晨倒是很想往根骨上面再砸几点 怎奈何后面的家号变成灰的了 因为先前呢 有过根金纸的加点经历 它并没有多少意外 天宫的加点方式呢 显然是跟仁德一样的 第一次加点需要消耗一点 第二次就是十点 至于说第三次是不是一百点 那还有待验证了 根骨不能再加了 汪晨就往悟性上也砸了一点 跟加根骨不同 悟性提高到了三点 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好的 第二十四集 另外可加的体魄和神魂跟功法 汪晨暂时没有动 前两者呢是通过修炼功法可以来提升 而后者呢是一旦突破 他就立刻从炼器底层迈入终结了 以汪晨眼下的身体状况来说 这样做显然不是很明智的决定 汪晨已经想好了 等他的内伤彻底痊愈 他就立刻去云山城 租界洞府来冲关 那里灵气充盈 有利于巩固境界 对修行是很有好处的 只是仅仅加了两点 汪晨还是有些意犹未尽 他给千机变加上了一点 装备千机变 封印满值一万当前四 仁德破镜点数十四 消耗的果然是仁德点数 没错汪晨爽了 但是也死心了 关闭了修仙面板 摘下了千机变的面具 连同这剑一同收入储物袋 他回到了境市继续修炼 丹田里空荡荡的 没有法力护身 一旦遭遇到危险 那真的是哭都来不及 也不知道是错觉呢 还是根骨和悟性 都得到了提升的缘故 当汪晨再次修行五行弓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 自己对这门弓法的掌握和理解 加深了不少 宁气的速度提升了一些 第二天 汪晨依然是闭门不出 在家里把身体调养 恢复到最佳状态 到了第三天 他感觉自己的经脉 已经彻底痊愈了 这才出门前往云山城 在路边汪晨拦下了过路的马车 这种有两只龙铃马拉动的敞篷大车 在云阳的灵地周边 是很常见的 主要是用来宰客 只要给车夫一颗碎铃 作为车费 他就能把人拉到云山城的城门口 而远主乘坐龙铃马车的次数 是屈指可数的 为的就是省下一块碎铃 情愿步行五十里 汪晨现在是真不在乎这点小钱 他现在的积蓄突破了一百下岭 又摸尸大赚一笔 以后光吃零米就不搅骨壳了 汪晨上车的时候 这车厢里已经坐着十几号人了 都是前往云山城的底层修士 其中有不少是面带风霜的灵直夫 他们大部分流露出了苦愁之色 还有哀声叹气的 通过旁听这些人的对话 汪晨得知 地犀牛虫灾已经波及到整个外门区域了 受灾的灵直夫是成千上万 很多灵直夫损失惨重 然而云阳派上面却迟迟没有反应 全靠大家自救灭虫 这样的情况再持续下去 恐怕没有多少户人家 能够在夏末绞足填足了 汪晨实在是搞不懂云阳派高层的思路 围绕着云阳灵地 外门区域开垦了数十万亩灵田 这些灵田每年的产出 除了供应十几万的门派弟子之外 也为依附于云阳派 以及真人上人家族的修士 武者杂役提供了最基础的修炼资粮 民无良则不安 这个准则放在修仙界也同样成立 虽然说修士吃凡俗界的供米也能饱富 但是没了灵米提供的灵气滋养 修行的速度和效率必然会大大下降 人心如何能稳呢 现在大量的灵田遭到了虫灾 云阳派居然迟迟没有行动 匪夷所思呀 不过汪晨就算是再想不通 他也仅仅只是一个底层的小修士 根本做不了什么 事实上如果有被谋财害命的教训 就算现在的汪晨能做点什么 他也不想再出风筒 成为别人觊觎的目标了 马车林林 在宽阔平整的池道上 跑出了七十码的速度 因为大量的修士存在 修仙界的基建能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逢山开路 欲水搭桥 没有钢筋混泥土的现代化机械 但是各种的法术和大将 能在一夜之间铺出长十里的池道 一条标准的池道可以容纳出 六辆的龙铃马车并行 路面的平整和坚固程度 丝毫不亚于地球界的高速公路 而汪晨也不止一次看到 云山城里的修二代们 在池道上飙持的场面 龙铃马车跑得很快 虽然中途又停了很多次 但是不到半个时辰 一座巍峨的城池就出现在了汪晨的眼前 云山城 云阳派外门的三城之一 外门总堂的所在地 然后 堵车呢 背靠着天云山脉的云山城呢 有三座城门 每座城门都是数条池道的交汇点 汪晨城坐着马车 跑的是连接西门的一条池道 在距离城门还有两里地 路上已经堵得是水界不通了 大量的马车拥堵在了一起 车夫们都开始骂娘了 而乘客们早已经是见怪不怪 纷纷下车步行 汪晨呢 自然是随大溜了 来到了城门口 向守卫出示了自己的身份名牌 汪晨顺利地进入到了城中 作为云阳派的外门弟子 他进入云山城呢 是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的 但是换成了散修 入城费 是一块下岭 虽然门槛很高吧 然而数不清的散修 依然屈之若鹜 因为这云山城是方圆千里之内 最繁华的仙城 拥有数十万的人口 在这里有最大的访市 机房 读馆 酒寺 茶楼 只要你处带里的灵石足够 那么功法 丹药 法器 俘禄 灵石 鸡女 应有尽有 最重要的是 云山城很安全 很多散修 常年在外面拎着脑袋帽子 为的就是能够在城里 一息的醉生梦死 好的 第二十五集 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汪尘是直奔城北而去 城北靠山的区域 开辟出了有数以百计的修炼洞服 向门下弟子以及散修 提供租赁服务 尽管价格不菲 但是生意还是相当的火爆 汪尘今天的运气不错 赶过来的时候啊 还有一些空闲的洞服 这里的洞服也是分档次的 最好的几座 可供慈府上人修行 大部分适合 炼气高级和中级的修士 一座可满足炼气 中级修士的修行洞服呢 日租为十五下铃 原主留给汪尘的那点零食呢 仅够租半天的 汪尘咬牙 拍出了三十下铃租了两天 汪尘从来不是那种 斤斤计较的人 该花的钱呢 就能狠掏腰包 就比如前世 他买房子的时候 存款并不是很多 但是当时却毫不犹豫地 清空了银行账户 又借贷了一笔钱 凑足了首付拿下 结果房子还没交付呢 房价就涨了将近一倍 而他租赁洞府 是为了冲击炼气中阶的 花掉三分之一的积蓄 也不心疼 当汪尘来到自己 租下的洞府当中时 他立刻就醉了 这洞府里的灵气 太充沛了 汪尘的全身上下的 寒毛都舒展开来 整个人仿佛 浸入了温泉当中 从头暖到脚 那溶溶的 温温的 暖暖的 又如同喝下了一杯 千年仙酿 熏熏然飘飘欲仙 这是长期生活 在底层灵气区域内 突然来到了高灵气的环境里 才会发生的状况 醉灵气 汪尘用了一炷香的功夫 才适应过来 暗暗地感叹 这灵石花得不亏呀 封闭了洞府的门户之后 他坐在铺团上 开始运气行功 时间就是灵石啊 越早突破瓶颈 用来巩固禁忌的时间 就越长 相当于多赚了灵石 但是尽管如此 汪尘却没有立刻 给五行公加点 直接完成禁忌 元主在练气三层 卡了很长时间的瓶颈 几次突破魏果 累积已经非常深厚 现在汪尘已经加了 根骨和悟性点数 又租赁了门派的洞府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依赖于修仙面板 来冲击的话 他都觉得自己太弱渣了 关键是在于 现在三级冲击四级 消耗一点天功 那么等到四级冲到五级的时候 需要的天功点数 就是十点 而且汪尘怀疑 自己莫名的得到六点天功 极有可能是他杀了那名 犹伤的结果 假如天功真的是要靠杀人 才能获得 那可比仁德难多了 别说是十点了 那就是一点都密足珍贵 汪尘想把这一点天功 放到四冲五 甚至终结冲到高级的时候再用 于是汪尘闭上了眼睛 他把所有的凡念和杂念都排出脑海 进入到了一个忘我的修行状态 精纯的法力 在经脉中无声地流淌着 随着功法的搬运 沁润着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 当丹田里的法力被提升到了极致 汪尘不加思索地开始破关 一条闭色的经脉 被视如破竹的贯穿 期间没有丝毫的凝滞 顺利地超过了他的想象 汪尘是浑身一震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双眸闪烁着金光 点点灵光照亮了洞府 没错 汪尘他成功了 姓名 汪尘 瘦数 十七 满植 九十 修为 炼器四层 体魄 四 根骨 三 悟性 三 神魂 三加八 功法 五行功 四层 满植四百 当前零 在没有消耗一点天弓的情况下 汪尘一举突破到了炼器 中井 而他的寿命也随之增加了五岁 神魂也增加了一点 而且 汪尘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丹田也跟着扩张了不少 可以容纳更多的法力 经脉也变得更加坚韧 相信再激发大成更金纸 用到失成法力也不会伤得这么厉害了 可以说 现在的汪尘整体战力都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掌握的战斗技能太少了 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掉 就在这会儿 洞府的门户被人敲响了 盘坐在蒲团上的汪尘回过神来 赶忙起尸打开了洞门 啊 零五十六 时辰已到 你可以走了 站在门口的是洞府的直士 鼻孔朝天地对着汪尘说道 汪尘皱了一下眉头 哎 前辈 我是末时入洞的 他记得很清楚 两天前自己是卡着末时的终点 住进这个洞府的 可是现在 才刚到五时 差了整整两个时辰呢 让你走你就走 说什么废话呢 洞府直视瞪着眼 态度十分的蛮横 我们不需要时间清理打扫啊 是不是啊 汪尘瞅了瞅里面只有几平米 除了一个铺团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洞府 又看了一眼一副理所当然神色的洞府管事 然而 揍人 汪尘没有发火 或者是跟对方距离力争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 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现在的汪尘呢 还没有能力跟一位直视计较 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是不是 但是他记住了对方的模样 哼 洞府直视不屑的撇了撇嘴 像汪尘这样的底层小修啊 他欺负起来 假倾就熟 没有丝毫的难度 刚刚抠出来的一个时辰的时间呢 则能给他带来一块下陵的额外收入 一块下陵很少 但是成年累月下来 那就颇为客观了 好的 第26集 洞府直视也不怕汪尘告状 他在上面有人 否则的话 也不会得到这份美差了 而离开洞府的汪尘 正赶往外门的总堂 说起在洞府里修炼的感受呢 真的是太舒服了 让他仅在半天之内就突破了瓶颈 晋升到了炼器四层 又用了一天的时间来巩固境界 修行效率真的是自家里的好几倍啊 想想那些出身子府商人 甚至是金丹真人的家族子弟 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修炼 那比起普通人高得不知道多少倍了 那就算是一头猪 也能修炼成猪妖了 但是汪尘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 他有两世为人的经历 又有了修仙面板为助力 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会低于任何天才 且看将来吧 云阳派的外门总堂呢 位于云山城的中心处 是一座城中之城 总堂下设有战堂 行堂 传法堂 薰士堂 丹药堂 器物堂和灵职堂 大大小小的堂主 长老 管事 总管 执事和弟子 共同管理这外门事务 很多底层的修士啊 最大的梦想 那就是混进某个堂口 享受到更多更好的门派福利 以及某些特权 汪尘来到了传法堂 他耐心地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伍 才得以进入到藏书阁 麻烦长老了 王晨向着坐镇藏书阁的传法长老 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自己的身份名牌 这块代表着外门弟子身份的黑铁牌里 封存着园主用五年的时间 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百公薰点 薰点就是门派的贡献 需要通过完成薰士堂发布的各种任务来获取 或者是说来自门派的奖励 而这些门派贡献 原主是没动过一点 为的就是突破到炼器中阶之后 来这里兑换一门适合自己的新功法 汪尘呢 也算是为原主结了一个心愿 白发苍苍的传法长老接过了身份名牌 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指在牌面上轻轻一抹 你想兑换什么功法呀 还请长老帮弟子测试一下根果 他又递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十块零食 哦 好吧 传法长老挥袖一浮 汪尘手上的灵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刻 一根枯瘦的手指戳中了他的眉心 汪尘顿时感觉一股雄厚的气息 自印堂灌入 瞬间流转他的全身 传法长老旋即收回了手指 面无表情地说道 五行俱全的根果是入道之机 而根果有着品阶高低之分 汪尘的根果属性才三点 得如此评价也在意料之中了 关键是五行的强弱之别 传法长老测试出汪尘的根果偏向 那他就知道了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功法了 汪尘立刻说道 还请长老帮忙推荐一门火象的主修功法 啊火象功法呀 传法长老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 嗯你只有一百点功勋 能选的也只有一门烈火爵了 想要更好的功法 至少要两百点以上 烈火爵 汪尘还真知道这门功法 他的心里是非常失望的 烈火爵呢 比起五行弓 根本强不了多少 要知道 汪尘现在选的可是主修功法 要一直修炼到炼气高节的 如果主修功法太过平庸的话 那么同级修为差了别人一筹不说 将来突破开窍的成功率也会低很多 汪尘倒不是很担心破窍的问题 功法太差劲 那真的很糟心啊 他的根骨和悟性又很低 要不等多赚一点功勋再来兑换 其实呢 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正在汪尘犹豫的时候 传法长老开口了 你的五行向性相当平衡 火向强有限 如果愿意安安稳稳当个灵职夫的话 继续修行五行功 也是很好的选择 一百点功勋 他可以兑换五行功后六层的全部功法 汪尘哑然啊 传法长老说得很婉转 意思其实很明显 汪尘的根骨低裂 五行向性非常平庸 没什么前途可言 所以呢 大家都不想修炼的五行功 反倒是很适合他 因为这五行功呢 兼容了几乎所有的低阶法术 跟灵职夫非常相配 见到汪尘沉默 传法长老有点不耐烦了 年轻人不要浩高勿远 五行功的来历也不简单 比烈火绝强多了 你换不换 呃 换了 汪尘一咬牙答应了下来 五行功就五行功吧 他有修仙面板开挂 修炼功法的速度超快 又可以依靠天功仁德来破镜改命 破窍开腐并非梦想 届时积累了足够的功勋点 再兑换一门高级的主修功法也不晚 五行功虽然平庸 但是兼容性之强是无可比拟的 赶紧的 传法长老伸出了手 抓过了一根玉碱丢给了汪尘 好的 按照传公堂的规矩 门派弟子兑换完功法是不可以带走的 只能当场休息 汪尘接过了玉碱 将其紧贴在眉心部位 然后注入法力 玉碱顿时绽放出了千万道光芒 无数的信息如同洪水一般 涌向了汪尘的石海 顷刻之间 五行功法四至九层的功法秘诀 无声无息地烙印在了他的神魂之中 汪尘的石海再次发生变化 无数的淡金色文字 自他的神魂之中浮现而出 凝聚成了一团灵光法种 一颗法种代表着一部完整的功法 刚刚凝成的这颗法种里 包含着五行功第一层到第九层的全部修炼法觉 以后汪尘只要感悟这颗法种 自然就能获得对应自身境界的功法 而在法种的周围 萦绕着一条条暗金色的枷锁 这是法式风咒 法式风咒对应的是 法不清传的天道第一式 汪尘在激活功法玉碱的刹那 就为自己立下了这一条源自于远古的誓言 在法式的条约之下 他可以学习修炼使用甚至修改所得的功法 但是无法传授给别人 只要是从门派获得的功法 包括术法在内 都有着相同的法式风咒存在 宗门用它来保证传承功法 不被外泄和扩散出去 当汪尘的意识从石海里抽离出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在藏书阁之外了 手里也是空空如也 阁门行了一礼 汪尘离开了传公堂 他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云山城里四处转悠 千年之前 云阳派占据了天门山灵脉立下山门 前前后后建造了云山 云湖和云海三座仙城 统辖方圆万里之地 而云阳三城 云山城最大也最为繁荣 酒坊十八街容纳了几十万的居民 而在云山城里开府设宅的商人 也有几十位之多 汪尘一路走来 所见到的商铺 旅馆 酒楼 独房 车马行 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是这些商人的家族 或者是依附于他们的修饰产业 街道上是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千行百业的人在这里汇聚 一派热闹鼎盛的景象 园主来过云山城很多次 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领略过 这座仙城的风采 而汪尘行走在其间 有种恍如梦中的错觉 哪怕是修仙者也很难抗拒这样的繁荣 也不怪不少人消极了脑袋 都想往里面挤 不过汪尘嘛 毕竟来自于现代化的大城市 虽然一时的目眩神迷 但也没有真正的被动摇心智 他走进了一家门楣上悬挂着 四海商会匾额的店铺之中 先说晚安 汪尘刚迈入门槛 一位相貌清晰的侍女就立刻迎了上来 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候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生活在云山城里的居民并不全是修士 实际上还有着大量的凡人 或者是说准修士 他们大多以武者托凡期 充当着苦力 杂役 仆从 适应 等等等等角色 这其中呢 还有不少的先天武者 先天武者在凡俗界 那可属于人上人 战斗能力不亚于低级的练习修士 但在这里顶多 也就能当个看家护院的随从 至于热情接待汪尘的这一名托凡侍女 则完全不这一题了 汪尘点了点头 我要购买功法 在外门总堂 兑换五行功的后六层功法 已经清空了他全部的薰点 因此呢 汪尘只能在这家四海商会 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法术技能了 四海商会并不属于云山城里的 任何一个上人家族 事实上 这家商会的跟角 比云阳派都来得深厚 拥有着上界背景 跟四海商会类似的 还有一家 叫做万宝阁 万宝阁比起四海商会 更加牛逼 据说在万千世界 都有着生意买卖 别说是云阳派了 那就是云阳派的上门 以及上门的上宗 也不敢轻易得罪 只不过万宝阁做的生意 都是高端生意 在云山城里建造的楼宇 就是高达了十五层 仅次于观星阁 像汪辰这样的底层小修士 橱袋里揣着几十块下领 进门的资格都没有 而同样经营着服务 法器 丹药 工法 材料生意的四海商会 无疑要接地气多了 在侍女的引领之下 他来到了二楼 一位笑眯眯的胖子 接待了汪辰 胖着自称金掌柜 穿着打扮相貌 很有地主圆外的风采 至于说秀为实力嘛 反正汪辰是看不出来 汪辰直接了当地问道 我想购买一套练体工法 你们这里 有哪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他的体魄点数很低 导致了自身防御很脆弱 早就想购买这类工法 作为辅修了 金掌柜懵了一下 询问之后才明白 汪辰所说的性价比 是什么意思 哦 倒有这词用得轻妙啊 啊 你说性价比 比较高的炼体工法 我这里倒是真有好紧门 这位胖掌柜 很是热情地向着汪辰 推荐了好多门炼体工法 这其中呢 包括玄武诀 铜像功 金刚炼身法等等 但是价格全都超出了汪辰的预算 金掌柜是察言观色 注意到了他的为难 哈哈哈哈 更便宜的也有 但是这门功法属于旁门左道 修炼方面嘛 有着不少的缺陷 什么功法呀 天龙金刚正法 呃 佛门功法 好的 第二十八集 佛门功法 在修仙界还真是属于旁门左道之力的 其势力和地位跟道门宗派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啊 没错 这天龙金刚正法出自于天龙寺 原为佛门秘传炼体真法 最高可以修炼出不死不灭不堕轮回之金刚之神 但是呀 这门功法入门容易破境难 想要练到高级还是需要辅佐于佛法 呃 所以呢 哎 多少零食呀 入门容易破境难 这太适合自己了 至于说俯修佛法的限制 他压根就没有修出不死不灭之神的想法 只要这门功法能够增强体魄 那就完全足够了 金掌柜竖起了三根粗短的手指 三百下领啊 哎 三十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四海商会的招牌响当当 他都怀疑对方在拿自己寻开心呢 这天龙金刚正法的前三层法诀呢 只需要交三十下领 如果不是法事所限 这帮家伙都想免费赠送了 我可以保证功法是没有问题的 哦 那我买了 汪尘不加思索地拍板下来 四海商会的信誉真的值得信赖 人家不可能哄骗他一个练气的小修士 金掌柜让人拿来功法预检 然后对着汪尘说道 这门功法呢 练练还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上面 另外 这辅助修炼的金刚苏油你要吗 看着眼前笑容可居的胖子 汪尘突然有一种掉到坑里的感觉 城市里套路深呢 汪尘想要回农村呢 按照金掌柜的说法 这金刚苏油是修炼天龙金刚正法必须的辅药 使用这种特殊的药油涂抹全身 能够最大程度上的激发气血之力 不但能够大大提升修炼速度 而且修炼的效果极佳 虽然没有金刚苏油 也不是说就不能修炼这天龙金刚正法 但是效率和威力必然是大打折扣 这样的话 还不如选择其他的炼体功法更合适 四海商会就有金刚苏油出售 一瓶售价十下领 仅仅只能满足一次修炼所需 汪尘听后啊 实在是无力吐槽了 这不就是地球界东营人卖打印机的套路吗 不能说一模一样 简直是完全没有区别啊 东营人自以白菜价销售品质出色的打印机 亏本占据了市场挤压竞争者 然后再靠卖高价的耗材赚的是盆满钵满 一套原装耗材的价格 可能就达到了打印机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多 满满的及时感啊 贼秃可恶呀 然而汪尘还不能说四海商会坑自己 人家用的是杨某 事实上双方的交易并没有完成 功法预检还在金掌柜的手里 汪尘当然可以拒绝 问题在于 天龙金刚正法完全符合他眼下的需求 首先呢 是这门功法的炼体威能很强 入门容易 而且价格又实惠 需要搭配着金刚苏油虽然有点坑吧 但是作为复修功法也不是完全没法接收的 汪尘忍着心痛掏出了武士夏令 购买下了天龙金刚正法的前三层法掘 以及两瓶印度神友 啊不 金刚苏油 他准备先试试这门功法 实在不行的话 损失也不算太大 王臣另外又购买了一门灵木术和一门玉物术 灵木术和玉物术都是炼器低阶法术 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这其中灵木术可以用来探查修饰 以及邪魔腰碎的实力层次 探查范围呢 由自身的修炼以及法术级别来决定 并且能受到诸如隐身术之类法术克制 并非百分百有效 但是呢 这门法术基本是每个修饰都会的 而元主之所以没有掌握呢 主要是贫穷使然嘛 元主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灵直夫 老老实实的耕田种地 也不需要懂得什么灵木术 这样的想法让汪臣很受无语啊 因此呢 就一起购买了 至于说趋务术 顾名思义了 就是控制物品或者法器的法术 值得一提的是 趋务术是御剑术的前置技能 想要修行御剑术 那就必须要把趋务术修炼到至少精通级别 另外 趋务术的可玩性很高啊 价格呢 又很实惠 所以呢 汪臣也不会错过 其实汪臣还想再购买几门攻击法术的 怎奈临时已经所剩无几了 只能等下次再回来了 离开了四海商会的时候 他的储物袋里少了七十侠岭啊 多了两瓶印度神油 而失海之中呢 又多出了三颗法种 这三颗法种同样受到法式丰咒的束缚 四海商会出售的功法和法术 跟门派里兑换的是一样的 都附带有法式丰咒 据说在上古时代 这功法秘籍大部分是用书册来记载的 宗门大派的藏书阁里藏着的可都是真正的书籍密册 没有法式丰咒的限制 而现在基本上都用功法预检了 至于说密册点击也没有完全消失 常见于黑式地摊上用来忽悠菜鸟小白 但凡是有点修行常识的都会去购买那种所谓的神功秘籍 因为书写计数的功法 一字之差 往往谬以千里 唯本错本数不胜数 拿来修炼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功法预检里虽然有着法式丰咒的限制 不过反过来 这法式丰咒也保证了功法的真实性 其实那像汪尘这样的门派弟子算是很好了 至少有着正规途径 可以兑换正宗功法 散修们那才叫惨啊 为了得到一门功法 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好的 第二十九集 另外啊 预检封印的功法层次越高 能够激发的次数就越少 而功法预检无法复制 炼制呢又很容易 所以呢 修仙四要素 财 法 履地 法 排到第二位 不是没有原因的 时间还早 汪尘接着来到了一家铁匠铺当中 修仙百艺里面 炼器和降噪是一大门类 从业者是比比皆是 汪尘找的并不是什么炼器师 想要打造的也不是什么法器 他拿出一张图纸 像铁匠铺里的掌锤将说明了自己的要求 这图纸呢是汪尘前几天在家疗伤的时候所画的 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笔纸 所以画的是相当粗糙 必须要描述清楚 但是东西并不复杂 掌锤将师傅听完之后啊 又跟汪尘沟通了几句 然后拍着胸脯说道 哎 这个简单 半个私针以后你来拿 价钱呢也非常便宜 只要了汪尘一块下领 汪尘当场支付了零食 然后又跑去了附近的杂货店和肉铺 购买了一些调料香料 以及五十斤妖兽肉 炼体必须得吃肉 没有灵气的普通肉都不行 他虽然灭杀了大量的地犀牛 其中呢也包括了不少的妖化地犀牛 但所得的那一点虫肉 也就够平时吃几个饭团了 吃到现在都已经快吃完了 妖兽肉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汪尘买的虽然不是下品肉 但依然花了他五块下领 差不多是领骨的五倍啊 这下子汪尘的储物袋 算是彻底被掏干了 里面只剩下了两块下领和几十碎领 一夜回到解放前呢 当他回到铁匠铺的时候 刚才下定的器物 也已经打造完成了 汪尘拿来试配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几个小问题 然后呢铁匠师傅当场给他解决了 堪称是人形机床啊 汪尘在这里定制的是一套 首腰式粘米机的主要配件 人工充米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呢力道控制不好 充出来的碎米很多 米糠分离又得重新筛选 他不可能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 至于说在城里购买现成的领米 那对于囊中羞涩的汪尘而言 古米的差价是无法承受的 所以呢汪尘就想到了粘米机 粘米机的结构其实很简单 只要懂得原理画出图纸并不困难 汪尘本身呢就是理工男 在大学里念的还是机械专业 搞这个咱不在话下 正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 穿越到了修仙世界 也能派上用场 赶在太阳落山之前 汪尘带着满满的收获 搭乘着马车回家了 在回家的时候 天都已经快黑了 汪尘是过家门而不入 直接从橱袋里取出了橱头 开始清理灵天里的杂草 这些杂草啊 比A股的股民都难割呀 昨天刚产过一回 隔了一天又涨了不少 也幸好啊 他租中的灵田母树少 再加上已经完全熟悉农活了 因此呢 披心待跃的一番辛苦 总算是搞定了 最后呢 还没有忘记诗语 而等到鸡肠碌碌的汪尘 真正回家 早就过了虚实了 一回到家 一只大白老鼠正蹲在桌子上 一看到他立刻站起来 叫唤了两声 这叫声里还带着一丝丝的忧怨 哎呀 那个小白啊 抱歉啊 汪尘猛拍了一下脑袋 他都忘记了自己家 还有一只老鼠嗷嗷待哺呢 这大白老鼠呢 抽了一下鼻子 撇过了脑袋 仿佛是无银的控诉 什么叫做以后有你一口吃的 那就保证不会让我饿肚子呀 骗子 全都是骗子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汪尘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 撸了大白两把 哎呀 你别生气嘛 晚上啊 我做大餐 来到了厨房 先取出了一大块瘦肉 放在案板上 用木棍进行敲打 这腰瘦肉呢 脂肪比较少 而且肉质韧而柴 里面的筋膜数量很多 反复的击打 可以打散肉筋 然后可以大幅度提升口感 感觉差不多了 再放入餐盘里 加入酱油啊 香料啊 进行腌制 紧接着汪尘取出了在铁匠铺定制的配件 开始组装粘米机 这粘米机呢 是由机壳 滚筒 米刀 再加工斗 米筛等部件组成的 限制于制造技术 这个电机呢 换成了手摇把 结构方面 做了简化处理 组装工作也很简单 不得不说呀 掌吹的匠师手艺还是很赞的 所有部件 全都是采用着精炼的黑铁锻造 包括机壳铁皮都加工得很漂亮 精度完全合格 汪尘亲眼看到那位匠师拿着一把小刀 在金属的零件上削了几下 就完美地解决了他所指出的问题 效率让人叹服呀 这粘米机组装完成之后呢 汪尘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零骨 倒入了料斗中 开始手摇粘米 他的这台粘米机呢 可以把稻骨一次性加工成大米 同时呢 完成米粒和骨糠的分离 在滚筒不断转动的作用之下 铃骨通过了滚筒上的裸齿条 完成了粗加工 然后白花花的铃米被推送到出口处落下 而骨糠则从米筛落入了机壳底下排出 成功了 看着落入海碗里的一粒粒白玉米 汪尘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虽然说手摇粘米机的效率不高吧 但是比起石槽虫米 那却是强出十倍不止 他用粘米机呢 只是为了满足自家的需求 又不是为了开虫米房 也不需要多快的速度 感觉生活品质因此提高了一件 撵出了一餐所需的零米 汪尘开始生活煮饭 好的 第三十集 紧接着 他把腌制的差不多的腰瘦肉裹上宽样 再找来麻线加一捆绑 最后裹上水和黄泥 塞入到了灶堂里焖好 大白鼠窜到了汪尘的身旁 对着红通通的灶火发愣 坐在灶台前的汪尘伸手把它抱起 放在自己的腿上摸了摸 小白呢是一只非常爱干净的零鼠 它的身上是一点都不脏 也没有任何异味 而汪尘并没有把这只通人性的零鼠当作宠物 它更像是汪尘的家人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世界里 有了他作伴 汪尘不会感到那么孤单 大白鼠呢 很享受汪尘的抚摸 舒舒服服地摇着尾巴 汪尘好奇地问道 哎 小白啊 那你那啥 你老公跑上哪去了 你们不会离婚了吧 他都好几天没见到紧毛鼠了 不过看大白鼠平常的模样 应该没出什么大事 大白鼠叫唤了两声 作为回答 遗憾的是汪尘压根听不懂啊 这妖类呢 可分为化妖 灵妖 大妖 妖王 妖君 而再往上呢 还有什么天妖和妖神 而小白呢 显然属于化妖之类的 他需要化去猴中的横骨 才能口吐人言 那会儿就是真正的灵妖了 汪尘也没指望 能跟小白正常交流 他就是想找点话题说说而已 当铁锅里飘出了饭香 还带着一丝焦香的味道 汪尘熄灭了灶火 再把塞进造堂里的 叫花妖兽肉取出 拍碎了滚烫的黄泥壳 一股浓烈的肉香 立刻喷涌而出 蹲在汪尘旁边的小白都馋哭了 汪尘笑呵呵地 把烤肉放到了桌上 又舀了两碗香喷喷的米饭 大海碗呢是自己的 而小碗是给小白的 当然汪尘没有忘记 给小白碗里加上切下的烤肉 那吃吧 他伸手点了点大白鼠的脑袋 而后者立刻埋头碗里大块朵鱼 吃的别提有多香了 汪尘也给自己切了一大块的妖兽肉 前段时间天天吃虫肉 早就吃腻了 现在换了口味再加上香料调味 他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给吞下去 汪尘非常庆幸 当年为了拍摄视频 自己学了厨艺跟手工活 如今全都派上用场了 在这个没有手机电脑网络的陌生世界 美食是能够安抚他的心灵的 吃完这顿饭之后啊 夜已经深了 小白叼着汪尘捏造的饭团回了巢穴 而汪尘来到了静室里开始修炼 今天兑换的五星宫的后续功法 他的日常修行呢 也随之恢复了 在练器初阶迈入到中阶的过程中 汪尘打通了一条新的经脉 因此让他完成一次法力周天循环的时间 延长了不少 他当前的情况是 五星宫经验加一 五星宫四层 满值四百当前一 汪尘无视掉了世界里弹出的消息提示 全神贯注地感悟着更高层次的功法的真意 在未来很长很长的岁月里 他不知道还要度过多少个同样的夜晚 四日清晨 定阳钟声让汪尘从睡梦中苏醒了过来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他做了顿早餐填饱肚子 又回到静室里开始修炼 完成了早课之后 再去灵田里忙活 清除地犀牛的赚钱活计 汪尘已经不再干了 所以呢 这十亩灵田必须要好好地伺候 否则会影响收成 那就糟心了 狗子 狗子 正在汪尘在田间 为灵道翻更松头的时候 隔壁家的老孙头又出现了 昨天你去哪儿了 里长过来说给大家发派震旗 让插在灵田里说是今天会有资府商人过来清除虫害 你给错过了 汪尘搞不懂这位大爷为什么如此开心呢 不过我家灵田里没有地犀牛啊 哎呀 万一漏掉了呢 嘿嘿嘿 我讨了一面 再清理一遍 也是好事啊 可惜呢 不能带领 否则呢 帮你一起讨了 他一副占到大便宜的模样 然而汪尘却隐隐感觉 事情没这么简单 干完了农活 汪尘匆匆地回家了 昨天入手了一套工法和两门法术 都需要认真的学习和研究 而随着实力境界的提升 掌握的技能增加 未来的日子只会更加忙碌 汪尘现在啊 反而很庆幸 自己仅仅只是租中了十亩灵田 否则耗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必然会影响到正常的修行 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镜市里 汪尘首先激活了石海里那棵 封印着的灵木树的法种 这灵木树呢 属于炼器低阶法术 初入炼器就可以修炼 而这门法术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宁法力聚于双眼 通过激发灵石来观察目标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 进而完成阶位判定 不过让汪尘感到惊讶的是 他第一次修习灵木树 居然 叮 灵木树入门 满之一百当前灵 一次性成功直接入门了 顺利到让汪尘都怀疑 自己的悟性是不是真的只有三点 这么容易 把他都给整得不自信了 但是仔细想想呢 汪尘又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练器终极的修饰了 学习最基础的法术 自然是轻松简单了 而灵木树的运用 跟汪尘先前搜索蒂西宁的手段 有些相通的地方 这就好比 做了千百遍同类型的习题 已经是熟能生巧了 好的 一下 一下 kita 一下 すごい 可以 一下